好 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焦点 有关于钓鱼台主权的争议 越来越白热化 在今天进入了紧张的阶段 好 上午的时候呢 日本内阁举行会议 正式通过播出了相当于 新台币7.6亿的预算 将钓鱼台等三个岛屿买下 收归国有 同时也完成了签约 好 在此同时呢 台湾跟中国立刻表达了严正的抗议 中国解放军甚至还警告日本 不要玩火 否则的话 由这场危险而徒劳的闹剧 造成的一切后果 只能够由日本方面承担 而我们的外交部则是 紧急召回驻日代表 同时召见日本驻台代表 尊景成夫 表达严正抗议 11号上午 日本内阁会议先正式拍板定案 以20.5亿日元预算 买下钓鱼台等三道 收归国有 随机与地主签订契约 一气合成 抗议日本抢导 台湾外交部迅速召见驻台代表 尊景成夫 代表聊了什么 对不起 这是那个外交部的那个 外交部长就跟你讲 外交部也命令 驻日代表沈思纯 以最快速度回台湾 不过 对岸中国大陆的反应 更快更大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海间46和中国海间49号船 已经在11号抵达钓鱼岛 外围海域 海间部门已经制定相关的行动计划 视情况会展开维权行动 宣示主权 中国当局同时透过新华网 人民日报等一大串媒体 向日本放话 其中以解放军报料化最狠 郑重警告日本政府 不要玩火 否则 由这场危险而徒劳的闹剧 造成的一切后果 只能由日方承担 日本首相叶田佳燕则 对自卫队干部训话 内容也意有所指 要于台城引爆点 让日中建交四十年纪念 注定要轰轰烈烈 台日关系也进入危险水域 在你新闻总部的 好 现在真的是出现了 所谓战于密布的氛围 那么对于这个钓鱼台主权的争议 日本用买的 中国用呛的 当然今天大家也等着看 马政府是如何表态 可是台湾呢 今天只由外交部长 杨敬天出面开记者会 表达强烈谴责抗议 行政院方面也拿出了 民国六十二年钓鱼台的地级资料 想要证明历史上 钓鱼台的主权 的确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好 但是呢 曾经很强硬地说过 保钓绝对不惜一战的马总统 今天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只是忙着在总统府里面 接见宾客 因此有很多的立委们就质疑说 马总统怎么现在 破例跟之前差这么多呢 对于这个鱼权的问题 我们不惜一战 捍卫钓鱼台主权不惜一战 七年前马总统还是马市长时 护钓鱼台此等破例 七年后真的需要表态 只看到 对日本严重侵害我国领土主权的 这种举措 本人特别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 表达强烈的抗议 派出外交部喊喊而已 行政院更夸张 十号晚间拿出一张民国六十二年 钓鱼台国有化的成年地级资料 在国内壮胆 上面写着投城镇 钓鱼台股地号 0001-0000 总面积五十九万多平方公尺 百分百是台湾所有 问题是有用吗 马总统归缩 蓝绿都轰太扯 眼见大陆胡锦涛 为了钓鱼台主权 跟日本首相野田廖正话 咱们的马总统 却是躲在府内当宅男 忙接见 根本没为钓鱼台说句话 我真的很少看到 这样一个软弱的总统 对外交涉不能强硬的话 永远就被人家耍 我觉得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呢 身为总统 真的应该好好检讨一下 17年前 马市长的慷慨激昂 对照今日的马总统 连召开中外记者会 诉诸国际的动作都没有 惊喜对照 也未免太讽刺 我真的很少看到 这样一个软弱的总统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是因为换了位子 所以就不能够这样讲呢 好 角力的背后 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内幕呢 中日台三方力争钓鱼台 除了他这个渔产非常丰饶 还有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之外 就是为了丰富的地底资源 40多年前 中游曾经探勘到 钓鱼台附近的海域 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当的丰富 而且数量有多可观呢 价值新台币500兆 500兆有多少 如果我们台湾人 大家来评分的话 每个人可以分得1200万哦 好 这当中呢 资源的部分 还有一种叫做稀土的东西 这个稀土呢 就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原料 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台日中三方拼命力争 台面上是要争主权 但其实看上的都是钓鱼台海底下 客观的海底资源 估计钓鱼台附近的油 大概是1000亿桶的石油 200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 没错就是石油跟天然气 海底的蕴藏量 如果真的开发成功 估计至少可以破1000亿桶 价值将近500兆新台币 分给台湾2300多万人 每个人唾手可得1200万元 买不起豪宅至少还可以买间房子 没问题 别以为是天方夜谭 其实早在1968年 中油公司就利用空中磁测 在钓鱼台附近海域 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 未开发的天然气 甚至海底下还有等着被开发的稀土 就是高科技的关键原料 行动电话 一经电视 马达电池都用得到 之前还未限制稀土出口 中日双方 因此杠上 下面有800万吨的稀土 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好 最丰富的稀土矿 资源丰富的钓鱼台 谁会想要放弃 已经不是单单领土主权 鱼权的问题 只是台湾慢半拍 政府再不积极出手 很可能全盘皆输 就像网友搞笑哭手 好不容易拿出产权 却只能哭刮脸落泪 摸摸脸庞 无辜说可是可是 因为真的回不去了 三星期的台北 最后报道 k 感谢观看